昏沉沉过了十几天 当她再次站到镜子面前 竟然发现自己的一坨黑发全部斑白 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 让她明白了什么是一面白头 高一峰回到了创业时候的那个小客厅 站在楼顶的天台上 她觉得自己没有了面对未来的勇气 望着黑暗的天空 高一峰突然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手机突然响 电话是高一峰在外地的女朋友打来的 听着女友低声的安慰 高一峰逐渐地恢复了理智 她明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重新出发 从打零工开始 做业务员 拉广告 卖瓷砖 卖家具 卖门窗 开出租车 但凡是能赚钱的工作 她都会去做 我特别想问 九七年的时候 你欠多少钱 几百万嘛 那你九七年到二零零六年 做的那些工作 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那时候一个月挣个一两千块钱吧 你欠了几百万 一个月挣一两千 怎么还呢 按无天日这日子 这不但是还钱的事情 还有一个心态的问题 钻过大钱 见过大钱的人 你回到了老家 你想从此在东山再起 结果从几千万去赚几千块钱 你心里当时的这种感受是怎么样的 开始会有一些这种落差吧 你那时候你比如说你去开出租啊 一个月就赚一两千块钱 突然之间来了一个 夹着一驴牌的包 对吧 往那出租车上一坐 开快点 小费 小费对得起你 开快点 那么咱们也得 你得有职业道德 你是开出租的 你就得服务嘛 你别忘了 以前你是赚了几百上千万的桌 这时候来一假的款 往你车子上一坐 老板 一看您就是特别有福相的人 您要去哪 您说哪 哪儿消费高去哪 那我带您去 你说哪儿消费高 我问你干嘛 你这一个月一两千块钱的人 你知道哪儿消费高啊 那我跟我同行打一电话问一下 这时候大家记着啊 我家这一假驴牌的包 我坐在这 他可是挣过几百上千万的桌 而且如果你碰到一个曾老板 数字不高的 就像我这样 我坐在车里 哎你干嘛干嘛 开得快一点 我付不起钱 你干嘛 哎 你怎么办 那咱们是干净的 咱们也得忍着呀 是吧 还得陪着笑脸吗 你不会跟我定罪 不会 马上我跟你说 左转左转 有没有人多的 我跟你说 干嘛 赚自己钱乱死了 你啊 你会怎么样 你别生气 别生气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给你左转 你碰到过这样的组 是啊 那肯定啊 你在人的生活当中 您是再大的大款 可是人不认识你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是 所以你其实心态会调节的很好 对的 没有问题啊 我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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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